嗨嗨 我是Josh 歡迎收看中植嗨報 嗨報中植 每週一集 帶你回顧上個禮拜的中植戰況 喔 不用擔心 我們這邊冠名贊助的廠商 沒有被馬賽克的問題 馬上幫大家解碼 那這個禮拜的嗨報 一樣先要感謝廠商大大持續的冠名贊助 本期影片由70mai總代理 天杰科技贊助播出 蝦皮指定超商免運中喔 他們有行車紀錄器 或是賽意價等等的商品 有興趣的觀眾 歡迎從今天影片說明欄的連結 去了解看看喔 另外也提醒大家 請記得先訂閱我的頻道 才不會錯過最新一集的中植嗨報 好啦 馬上開始今天的節目 在下半季第一週 吞下五連敗的富邦 他們在第二週 成功打出了反彈的氣勢 單週戰績兩勝一敗一合 上週他們會有這麼強勢的反彈 最主要的原因 是來自於投手的集體爆發 江紹興投出大家對他的期待 先發六局只掉一分 除了壞球多一點之外 看起來狀況沒有問題 另外轉任先發的陳鴻文 則是超出大家對他的預期 上週角出七局林哲斯的精彩表現 再加上蘿莉跟陳士蓬的穩定輸出 四個先發投手都有很不錯的表現 還有一定要特別提一下優瑪 他在陳鴻文先發的那場比賽 中繼了四局 完美的12上12下 幫助球隊B和中信 他的控球能力 像是被所殺到帳號了一樣 完全變了個人 接下來這週富邦要打五場的比賽 說不定有機會看到優瑪重回先發 而在打線的部分 上週他們在進攻端打得不錯 不過還是老問題 火力集中在幾個位置有點重疊的人身上 為了讓他們同時先發 我之前提過的防守問題果然就浮現了 高國輝這週就有出現了一些手背瑕疵 但是對富邦來說 他們現在也沒有其他的選擇 在張堅德受傷之後 他們的捕手跟游擊都沒有攻擊能力 再加上中野手林哲瑄最近也打得不好 所以其他幾棒一定要有攻擊能力才行 至少從上個禮拜來看 只要他們這幾棒能夠有穩定的火力輸出 那稍微有點失誤 還算是可以忍受的 或者說就算不能忍受也沒有辦法 他們還是得把這幾個能打的放在打線裡 不然得分能力實在是太差了 接著我們來談談樂天桃園 上禮拜來樂天開箱的新樣投狂威 狂威在小聯盟的成績非常好 他的初登板也讓許多台灣球迷很期待 可是禮拜二對上同一的比賽 狂威主投5局就丟掉了6分 贊面上看起來不太理想 不過實際上 狂威沒有投得太差 後來狂威有提到 這場比賽他在壘上有人的時候 控球不太理想 另外他也有點低估了台灣的天氣 過度的濕熱讓他的體能有點下滑 我認為光看他第一戰的表現 其實還算OK 就只是安打比較集中而已 而且新羊頭會不適應台灣夏天的天氣 這是很正常的 過去有許多羊頭也都有類似的現象 但是現在已經9月了嘛 台灣的天氣會越來越涼 所以是可以期待 狂威可以拿出更好的表現 至於另外一位大家也很關心的投手 陳冠宇 上週完成了中華職棒的第二場登板 這場比賽 他在前半段經常出現失投 而富邦爾打者也有把握住這些機會 一開賽就炸了他兩隻拳來打 不過後面幾局 看起來陳冠宇控球狀況有穩下來 最後也刺超過了5局才退場 縱觀陳冠宇前面兩次的先發 只能說是普普通通 失分是有控制下來 但是沒有如預期的這麼有威壓感 尤其是三陣能力低到有點出乎意料 過去他在日本職棒時期 並不是一個沒有三陣能力的投手 7個球季平均下來有7.2的K9值 但是回到中職以後他兩場的出賽 超過10局的投球只送出一次三陣 這稍微有點令人擔心 因為陳冠宇去年在日職一軍的K9值跟BB9 都是他在羅德隊單季最差的成績 不知道他的投球是不是有出了什麼狀況 加上他回來中職之後轉任先發 可能連帶影響到他的壓制力 不過只當看三陣不太精準 我們可以來看看陳冠宇製造揮空的能力 聯盟平均的揮空率是19.8% 而像徐又熙這種頂尖的三陣型投手 他的揮空率就高達了28.5% 而陳冠宇呢 他的第一場出賽 揮空率只有5% 代表大家都打到他的球 但是還好 這個數據在第二場出賽 已經有顯著提升了 他的第二場出賽 揮空率來到了18.6% 這是一個好消息 大家接下來也可以關注一下 陳冠宇在這個數據上面的表現 接著我們來看衛拳龍 上週衛拳最值得提的球員 就是今年祭出 本來只是備胎性質的羊頭五奪 當時衛拳簽下五奪的時候 很多球迷都認為 衛拳只是想省錢 想不到今天球技打到目前為止 他的表現 完全就是一個頂尖羊頭的水準 他的圣頭跟防衛率 都只輸給德寶拉還有布雷克 而且 而且武奪可先發可鬆技 配合度高 是一個超級好用的羊頭 上個禮拜 武奪投一休士 先發兩場 一共繳出了13局無私分的完美表現 看起來他真的是彈球受害者 今年球不彈就整個大復活了 然後衛拳這邊還有一個投手 我特別想要提 就是2020年選秀會 第二輪選進來的林毅達 他也是一個前段輪次的新秀 從8月20號 他守住在義軍出賽之後 他已經累積了7點1局的義軍出賽 總共只丟掉2分 然後送出了6次的三陣 7點1局6K 好像沒有到太誇張 可是我們來細看他的揮空率 他這7點1局的投球 竟然有36.2%的揮空率 這是高到嚇死人的數字 前面我們也有說 即便是徐若曦 也只有28.5% 這樣就知道 林毅達的數據有多驚人了 不過這當然也跟樣本數大小有關 只要林毅達持續出賽 這個數字應該是會降一些的 但是他仍然是一個 很能夠製造揮空的投手 很期待他接下來 會獲得更多的重用 而打者的部分 大家可以關注一下董炳軒這位球員 他一樣是8月才守住在義軍出賽 目前僅僅出賽了12場 就已經有4隻二兩打 還有3隻拳雷打 長達表現超級亮眼 OPS高達1.024 不過他的防守能力似乎不太理想 在外野雖然有美技飛撲 但是也出現過很糟糕的守備判斷 他在這個位置 可能還要再多繳一點學費 接下來我們來談談統一絲 統一絲上週的表現 有點兩極化 前兩戰面對樂天火力兇猛 但是後面三戰 面對到了衛拳三個主力先發投手 卻被壓制得非常慘 要不是衛拳外野防守出現失誤 不然統一是很有可能被衛拳給很少的 從下半季開始 統一對於對方先發投手的攻擊表現 似乎都不太理想 上禮拜的前兩戰 雖然說打爆樂天 可是主要也都是在對方先發投手下去之後 才開始大量得分 後面三場面對衛拳的先發投手 也都被完全封鎖 再往前回看再上一週 面對德寶拉 黃恩士 陳鴻文 陳冠宇 統一都拿不太到分數 這絕對是一個警訓 即便統一現在的戰績領先 這還是他們必須要盡快克服的問題 看看到底是打者陷入了低潮 還是他們在比賽前段的攻擊策略 設定的不太好 其實上禮拜對統一來說 本來就比較艱難一點 菲利斯跟古林都受傷 先發輪值 直接破了一個大洞 而本來預計要頂替上來的獅子籤 也因為家裡的因素臨時換人 改拉上姚杰宏 而姚杰宏似乎缺乏了兩好球之後的決勝球 禮拜天的比賽他投得非常辛苦 他能拿好兩好球 但就是解決不了打者 統一這樣子還能夠拿到單週三勝 已經算是非常成功了 現在的好消息是 古林已經有在二軍出賽 下個禮拜就有機會回到一軍 要統一是在2015年選秀會 放掉蔣志賢跟王伯翁 來挑選的林子維 在歷經艱辛的復健之後 本週也有機會回到一軍出賽了 我們可以來觀察看看 他的恢復狀況怎麼樣 那麼現在要進入這個禮拜的最後一隊了 忠信兄弟 忠信這邊上個禮拜最重要的 就是呂彥卿的先發開箱 呂彥卿在中華職棒的首次先發 主投4.2局被打7自安打丟掉4分 並且送出了4次三陣 這場呂彥卿的變化球狀況還蠻不錯的 4次的三陣都是靠變化球拿下 不過他的直球狀況就沒那麼好了 球數大約只有140出頭 這場比賽壓制不太助富邦的打者 當然 球數不是唯一 也是有很多球數不快的投手 能夠投出好成績 可是就以呂彥卿去年在日職二軍的進階數據來看 他的直球水準是不到日職二軍的平均等級的 進階數據顯示 他的最好球種是變速球 這也跟他面對富邦的比賽結果吻合 我想可以再觀察個機場比賽看看 如果呂彥卿的直球 真的無法壓制中職一軍的打者 那可能要考慮看看 今年球技要怎麼使用他了 畢竟忠信已經拿到上半季冠軍了 現在他們就是要針對總冠軍戰這種短期賽 去找出他們每一個球員的定位 假如鄭凱文的狀況一直跟最近一樣好 那麼總冠軍戰也不一定要讓呂彥卿投先發 如果今年讓他暫時待在牛棚 看看改投短局數 可不可以讓他提升一些球數 增加直球的壓制力 也許這樣子在短期賽裡會更有價值 不過要強調 還是要再多看幾場比賽啦 呂彥卿現在才先發了一場比賽而已 樣本數還太小了 現在這樣看不太準 也很有可能他多投了幾場比賽之後 大家才發現 他的直球是能夠壓制中華職棒的打者的 這樣的話 當然就要把他留在先發輪之裡囉 好啦 雖然好像還有很多東西可以講 但是為了避免影片做的過場 在我們的嗨爆裡還是會做一些取捨 沒有辦法所有的話題都兼顧到 跟各位說聲不好意思啦 最後我們一樣附上本週賽程給各位參考 中職嗨爆 嗨爆中職 我們下週見 掰掰 我們下週見 掰掰 我們下週見 掰掰 我們下週見 請你 Arsen mn 筷 仪資格 感谢观看